记者洪晨洪高雄报道,今年网卡争霸赛竞争激烈,福音科大郭嘉明所属的队伍打输了,他的实力人被砍剑,被挖角到台中的1314队,并协助封王,外人很难想象,其实他在家里用的只是两三万元级别的电脑打电竞,设备阳春,但挡不了他加入电竞职业赛梦想。 郭嘉明高职三年念气修科,课业也都不错,今年升读鼠音科大却转入四季职安系,且把电竞当职业企图兴旺盛,师长家人都抱持支持,今年参加英雄联盟LOL网卡争霸赛,果然展露头角。 职安系主任郑立新表示,今年共有512队参赛,团体组冠军战由1314与RS对争夺,采三战二胜至RS对C8的头筹,1314全力反攻扳回一城。 决战时RST换选手放慢节奏,在下路取得大幅度领先,但也因此疏于防范大一师荆州1314趁着对手走位失误,一口气逆转比赛。 现在加入1314队的郭嘉明说,其实他在家用的电脑还是平常两三万元级别,平靠着不慌张,稳定度高级操作技巧在电竞世界闯出一片天,未来想加入电竞职业赛,完成世界第一的美梦。